我們來看這一集殘局 這一集殘局 洪荒只有一個砲一個兵 那黑荒呢 除了有一個馬一個砲之外 他還有兩個士 局面上看起來 黑荒優勢許多 可是洪荒呢 他可以借力使力 以黑荒的士馬 來做砲架子來取得勝利 那 洪荒要怎麼走 才能夠獲得勝利呢 比如說 我們現在 砲 退二 要來一個門殺 可是黑荒呢 他可以先撐勢 黑荒呢 撐勢之後 洪荒以砲叫僵 黑荒呢 在弱勢 所以洪荒就沒責了 因為洪荒 他沒有四項 幾乎沒有什麼砲架子 所以這一步是行不通的 那我們再重新來過 洪荒如果不走炮呢 他就用走兵 來一個 炮兵 叫僵 黑馬 他不能夠採兵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炮僵 所以他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唯一的 老將退一步 洪荒呢 在炮退二 打算來個決殺 黑荒他就撐勢 撐勢之後 洪荒再以洪炮叫僵 叫僵之後 黑荒落勢 落勢之後看起來 洪荒好像沒有什麼把戲了 沒有什麼把戲了 可是呢 在西看之後呢 洪荒拿一個 泰三壓頂 也就是炮禁二 炮禁二之後 再一個洪兵 往前 叫僵 就形成絕殺了 如果說 黑荒 他 撐勢的話 洪兵如果叫僵 洪炮就變成沒有根 因為本來這樣子的話 洪兵叫僵 洪炮以老帥做根 黑荒就輸掉了 那如果說 黑荒他撐一個勢 洪他叫僵的話 叫僵的話 那洪炮就沒有根 老將就可以吃洪炮了 所以 洪王看起來呢 他好像 好像還要再想想辦法 正好 他拿一個 炮 平 勢 這樣子之後 黑荒好像 要氣得吐血啦 你看看 黑荒現在剩下什麼 有什麼 紙可以走 剩下 他左列的一個勢 給你一個炮 因為 老將跟馬 都沒有路可走了 所以 你看 黑荒如果說走炮 紅荒一個炮進一步 叫僵 因為馬 他兩個出口都被自己的 市 站住了 不能夠動 老將也不能夠前進 那如果說 黑荒換成這個市 紅兵一個三平市 或者是紅兵進一步 老將 就無法動彈了 所以 黃拜這一支 這一次 這一次的 以少甚多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這一局就講到這裡